书生文记录下来 这有文字了 有文字记录下来 流传于后世 所以 孔子 山师叔 丁黎约 那这就是 把古时候的典籍 做了有系统的整理 流传个后世 所以 中国的图书 你要是中国人不懂科学 那你就错了 你看这些典籍 分类 编达 他有陈旭 大风 为精识自己 精识自己由来 早了 不是清朝高斯库全书 才用它 这个名城由来已久 先秦时代已经就形成了 精识自己 这个四门 所以 所以 复资真理的 这成为金学 六金 在中国图书目录里头 一定是摆在最前面的 行事出 复资智智学的 神圣的心态 他老人家的观念 是 恕而不作 幸而好苦 这两句话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实在是了不起 孔子书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那么换一句话说 他所学的 他所修的 他所教给弟子的 以及传到后世的 是什么 群世古圣先行 留下来的教会 他只是把它整理 把它编辑 成为 由系统的 这些电机 流传个后世 所以后人 尊称他老人家为 大臣 至深先死 这当然 他是集 过去 至少是 两千年以前 古圣先行的 大臣 就像现在讲的 会集一样 会集 古圣先行的教会 这个功德 不可思议 我们 祖宗留下来的 这些教会 福自实 幸而好苦 这个态度了不起 现代的人 是走西方的路子 从小就将创造 要发明 夫子 不是这个态度 中国 如果极千年 读书 做学问 也没这个态度 这个态度 太傲慢了 太狂妄了 中国人从小就学谦虚 学恭敬 能不能超过古人呢 说老实话 是超不过的 为什么 我们现在冷静去想一想 古时候人心是安静的 心是定的 现在人心是动的 佛华对这个特别有讲究 定 他生智慧 动 他生烦恼 烦恼跟智慧两个相比 那就查查